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奢气态 气掉过分的意乐 奢侈浪费 行事事可而止 不可过分 这个慎态就是过分了 那么这条讲 想要治理天下呢 而靠强力来做 就指很强的势力来做 我看他达不到目的的 只有靠强力啊 想要治理天下 我们现在讲成强势的 强力的要来做 这个达不到目的 治理天下之道啊 要顺应自然而为 这个也是道家讲的啊 要顺应自然啊 要顺应自然 这样来做 不能违反自然 要顺应自然 不可强行妄为 强行妄为 会败坏 会破坏天下人的质土 因此圣人坚决去掉过分的意乐 奢侈浪费 去胜 不贪 饮生色 去奢 服事 饮食 不铺张 去态 公事 台谢 不敢为天下先淫 那么这个是一个金主领导人啊 要带头啊 不能够过分的享受意乐 这个生活也不能过度的奢侈 在衣食住行啊 不能过度的奢侈 不能啊 太浪费 不贪这些银 生色 那这个银就是过分的意思 这个生色 前马啊 这些 不过分去贪求 要去掉奢侈 穿的衣服 饮食 也不铺张 这个气态就是建筑的这些宫殿啊 楼台啦 那么也不敢自己带头啊 盖得很大 很乏力 这个是金主领导人带头啊 食失节俭了 这样啊 天下人啊 就会效仿 生活就不会过度的奢侈浪费 好 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贵增长 花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